嘿 大家好 我是熊猫 这个相机好像有点低 这样子可以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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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发很奇怪 大家暂时也没有关我 现在是早上 我今天想要做一个产品的评测 这个产品是100%我自己买的 在日压上买的 大家请放心 Sana他们家最近出了一个 早上五分钟护肤 晚上五分钟卸妆睡觉的一个 就是叫什么 卸妆精 还是就是清洁精之类的这种 产品 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于 我们这种来源来讲可能真的是 很适合 但是到底效果 怎么样 值不值得买 那就看这期的测评吧 那现在是早上嘛 所以说我要用一下这个 试一下它 我先说一下它一包 是35枚妆的 然后呢 它意思就是说 一早上用这个就可以 再多睡五分钟这样子 它是可以达到洗脸 然后 嗯 怎么不对焦啊 它是可以达到洗脸 化妆水 还有角质护理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来拆开看一下吧 它打开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里面有一个环环 这个环好难拉呀 它是这样子的 它不是说拉开一个环环 然后里面抽出来 它是拉开之后它会 就是有一个圈圈就这样掉下来了 哦 这样子完了 然后里面是像湿纸巾一样的东西 所以还挺好抽出来的 我看它包装意思就是在床上就可以 完成这一件事情了是吗 就是这样子擦吗 嗯 还挺舒服的 它不会很干这样子 眼屎什么的也可以擦干净吧 嗯 大概这样子就OK了吧 嗯 擦完就是这样子 好像就是还蛮保湿的 不会说很干这样子 但是后续的乳液什么的肯定还是要有嘛 不过的确就是少掉了一个洗脸的工序的话 确实可以节省掉一点的时间 但是好像也没有五分钟那么多吧 我觉得 好 早上的这个工序完了 如果说是特别懒的早上的话 应该还不错 然后它价格好像也不是很贵 我记得好像是四十几块钱 因为有三十五片嘛 大概有一块多钱就是一片 跟正常的化妆水比的话可能还更便宜一点 那接下来晚上我还会再测试一下这一款 这款它一样的也是三十五片 然后呢它可以达到卸妆洗脸化妆水乳液美容液 好像这个更厉害的样子 嗯 它是标榜说回去之后五分钟就可以躺在床上睡觉的这样子 是类似于一个快速上床的一个神器 我这么说好像怪怪的 那好 等我晚上跟你们来录这个视频 嗨 现在已经是晚上了 帮大家测试一下这个卸妆的功能 那我先试试看卸眼睛 眼睛呢是没有用睫毛膏的 我估计用睫毛膏这个是铁定不行的 卸的还算干净吧 再卸一下眉毛 好 我现在卸了一半脸了 大家可以看得到吗 大概是这样子 好难说它卸的效果怎么样 就是要待会儿检验一下 我觉得这个毕竟是日本的一个产品嘛 日系妆可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最近日系妆都还蛮清淡的 特别是说这个产品呢 它都是那种懒人用的啊 感觉就是那种上完班回到家 然后实在是累的不想要动的时候用呢 所以应该就是上班的话都是比较以淡妆为主 所以如果是那种化欧美妆 或者是比较浓的妆的话 我估计它还不太行 我刚查了一下就是我自己觉得卸的还算比较干净的 然后我刚刚又是准备了一个湿的化妆棉 我们来测试一下它是不是真的是干净的 好冷啊 好冷 好像还蛮干净的 给大家看一下化妆棉上面 除了就是这边有一个眼线跟可能就是眼屎的分 就是那种分泌物以外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没有什么泛黄之类的 就是没有粉底的残留 目前而言这个表现还不错 不过它上面写说是可以做到乳液和美容液这一步 我感觉如果是干皮的话 可能有点难吧 冬天的时候你空调间里面 你肯定会觉得脸很干 还是要再加紧护肤的 那你现在都护肤了那肯定还是会洗下脸 反正我是觉得把它作为一个卸妆精来讲 应该还可以 偶尔偷个懒的时候用一下可能也不错 所以这两包我觉得作为应急来讲 还是有购买价值的 那今天的测评就到这边了 如果对日本的这些东西感兴趣的话 那记得关注我 如果想支持我的话 那记得给我点赞 bilibili的朋友呢 记得给我弹幕和硬币哦 那就这样啦 拜拜